各位如果您之前有看我介绍的 利用Telegram Bot来搜寻Google云端硬碟的图片这个程式 那你就会发现这个就是我上次Telegram Bot所使用的 那成如我一开始所讲的 这个参数档 这图片存放的这些环境设定 不管我使用Live Bot或是Telegram Bot 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各位如果您不知道这几个东西 参数设定档跟图片存放资料夹要怎么设定的话 麻烦你可以点选画面右上角的资讯卡 那它会带你回到我们之前Telegram Bot的教学影片里面 你可以从里面看到如何建立跟设定这些东西 那我们接下来就直接进入程式撰写的部分 我点选新增 更多 然后Google Apps Script 同样的进来之后 第一件事先把里面的程式码删掉 然后为这个专案取一个名字 好了之后按一下确定 再来呢 麻烦回到目前你正在观看的这一部影片 卷动轴往下卷一些 到资讯栏这边 点选显示完整资讯 然后点选第一个连结 进到我的脸书粉丝专页 我们来复制这一串程式码 从程式码开始 一路复制到程式码结束 然后呢 我们把它贴到刚刚的Google Apps Script 编辑器里面 同样的 我们一样先把全形的空格 全部改成半形的空格 我随便复制一个空格 这里面的空格都是全形的空格 编辑寻找与取代 我把全形的空格取代成为半形的小空格 好了按一下全部取代 它会往左边缩一排 那等它缩排完成之后 我们主要有四个参数要输入到里面 第一个Channel Access Token 它是LineBot的权杖 要取得这个权杖 我们要回到刚刚我们所使用的 LineDevelopers页前里面 点选Message API 然后卷到最下面 这里有个Channel Access Token 我们按下右下角这个issue之后 它会产生这一串 这个就是它的LineBot的权杖 那我们就把它整个复制起来 贴到第一个参数里面 接下来第二个参数 就是我们要被搜寻的那个试算表 它的ID 那我们回到Google云端硬碟 我要被搜寻的试算表叫做客表资讯 点两下打开它 它的ID就在这边 第一斜线 一直到斜线edit之间 复制 把它贴上去 再来我们要弄的是 参数设定档的Google试算表ID 我一样把参数设定档点开来 把里面的ID复制下来 贴上去 而最后呢 我们所需要使用的资料夹ID 存放图片的资料夹ID 我一样 回到Google云端硬碟 点进这个资料夹里面 folders后面这一串 就是它的ID 那当我把它这四个参数都设定好之后 我们存档 选发布 部署为网路应用程式 那在这边最下面这个要选择 Annoyments Anyone Even Annoyments 所有人即便是匿名 使用者都可以使用 好了 按下Deploy 第一次我们发布的时候 需要核对权限 我们就点选核对权限 点选自己的账户名称 然后呢 选择允许 发布完成之后 它会给我们一个网址 把这个网址 复制下来之后 接下来非常重要 我们回到刚刚我们用来设定这个加入好友讯息跟自动回应讯息的这个Line Office Account Management 页签 到这里之后呢 我卷到最下面 我们要把Webhook启用起来 然后呢 点选下面的Message API 设定 在这里 我们把刚刚所复制下来那个网址 贴上去 按下储存 那到这边 我们就完成了Line Bot 跟程式码的设定了 我们在这边 我们需要多长时间 在这边 我们下车 我们下车 就走 在这边 我们下车 我们下车 看看 这个 我们下车 是 这边 有些 那 按下车 行 上那 我们下车 在这边 跟车 我们下车